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思考一下 探讨一下苦难这个主题 经过前面三集 我们想到原来苦难不只有奥秘性 苦难不只是只问原因 更要寻找目的 苦难的过程中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要么做陪伴的人 要么寻找到人陪伴 不止如此 今天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帮助我们 原来苦难还有一条出路 这段经文出现在诗篇43篇 神啊求你生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去 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弹琴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那么诗篇43篇很清楚的 这位作者 这位诗人遇到仇敌了 不只是仇敌哦 第一节他说 这个不敬钱的国 哦那这是一个群体性的敌人哦 哦那他到遇到了敌人困难 苦难 忧闷 那的确不是小事了 我们不知道到底他遇见了什么 但是从这些记载中 我们可以推测 他的苦难的确不简单 那在这种的人生忧闷之中 他怎么办呢 哦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不只我们寻找人一起分担 他这个时候直接面对神 于是他向神祷告 他说神啊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意思就是说 神啊 让我更靠近你 有一首歌说 靠近十字架 就是这个意思了 当我们越靠近神 越靠近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越与主亲近嘛 不只这样啊 下面那节他说 我就走到祭坛那里 走向祭坛 是什么意思呢 就曰祭坛就是 祭生在那边焚烧的地方 一个人愿意来到神面前 不只是来到圣山 来到居所 更是走上祭坛的话 代表着这个人在神面前 完全舍己了 由神掌管了 完全交托给神了 所以他下面就说 我走向祭坛 我走向最喜乐的神那里 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 一个人能够走向祭坛 就能够走出忧闷 所以下面的经文 他就说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忧闷呢 这是一个人面对苦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自己与自己对话 我为什么忧闷呢 在对话之中 再次反省 与神的亲密关系 于是 他说 我应该喜乐 我要弹琴歌颂神 那么 这位诗人的苦难 环境可能还没有改变 但是心境已经完全改变了 你忧闷吗 我也有忧闷了 那我们面对忧闷怎么办呢 走向祭坛就能走出忧闷 将我们放在神的手上 让祂使用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当然我们的忧闷就能够因此而度过 愿主祝福你今天 经历一个走向祭坛 走出忧闷的一天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